好 最近我們來關心兩岸 前總統馬英九將會在4月1號 前往中國大陸做訪問 行程包括在北京的部分 好 這一次呢 前總統馬英九 他是應中國大陸方面的邀請 率領青年學子夫大陸 廣東 陝西 還有現在定了北京去參訪 他說要做這中華文化 歷史景點與企業的和平之旅 好像是這樣定調 對於是否可能和中國的領導人 國家主席習近平会面 馬英九基金會的執行長 這一位呢 是蕭旭成 在今天上午接受廣播節目專訪時 他也說如果馬熙二會成真 那麼馬英九將會傳達 台灣民眾希望兩岸交流 回到和平發展的繁榮時期 千萬不要發生戰爭 也希望兩岸人民要有善意 不要惡言相向 好 馬英九要去見誰 現在還沒有完全的定案 但是瘋傳媒已經一口咬定了 馬熙二會就會在4月8號 可能成行性高嗎 能否為現在兩岸的緊繃關係 地上橄欖枝 能否促成兩岸在520前面 有稍稍更多的對話 這一節我們都請專家來做一次的分析 好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馬熙會 到底真正成形的可能性高不高 如果在520前戲 馬熙見上一面 對賴清德有什麼樣子的影響嗎 介大使如何解讀 我覺得這個馬熙二會的可能性 非常地高 習近平應該是也很願意見馬英九 因為雙方對於兩岸的問題 有基本的共識 就是說九二共識 有九二共識這樣子的一個基礎 馬英九是九二共識的參與人 也是一個積極的支持者 那在這個基礎上 那麼事實上我覺得習近平跟馬英九 應該有見面的可能性非常大 而且會有一些具體的一些交談的內容 那這個其實馬英九事實上的話 我覺得他這個退休 就是卸任以後 他有更大的空間 去達成兩岸和平 兩岸和平發展 兩岸互利共融的這樣子的一個歷史的使命 從他上一次去大陸參訪的時候 事實上受到台海兩岸的人民 都極高度的歡迎 大陸受到了非常大的高的歡迎 在台灣受到的歡迎 當時民調我記得幾乎到了六十幾% 甚至更高 這是超乎當時民進黨他們能夠的預料 沒想到馬英九到大陸之行 不但大陸人民很歡迎 台灣的民眾也非常支持 那這一次他去 他上次是返鄉紀主 所以他也主要是在湖南 大部分花了比較多的時間 那順便去參觀了一些其他地方 這次他的這個定調 他這次是和平之旅 我覺得他的目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就是希望兩岸和平 我想他這一次去 我想具體來說 他是表達他對於這個兩岸和平的 他極高的這些期盼 一些具體的想法 我想會跟大陸的最高當局 做一個意見的交換 然後我覺得對目前兩岸從賴清德 主張台獨的一個候選人 這個造成的整個兩岸關係的緊張 跟可見的危機 我想會有很大的一個 也不是紓緩作用 會有很大正面的一個力量投入 這個會給台灣主要的老百姓 大部分老百姓帶來福祉的 那我認為賴清德間接的也會受惠 因為台灣有馬英九這樣子的政治主張的人 事實上的話 會讓大陸不管是從民間到大陸的政府 對台灣的看法還不會太過於 太過於走向一個負面的角度 那而且我覺得馬英九他慢務實的 他也會對很多對台灣人民有利的 這些部分他也會跟大陸當局表達的 我想他很重視的教育 他過去很重視雙方在教育方面的交流 尤其陸生來台 這個部分我覺得他一定會為我們台灣的 這些現在面臨停辦的私立院校 那麼甚至公立院校 招不到學生的學校 他一定會當面表達他的看法 為我們的私校爭取更多大陸的學生來台灣 另外一個就是說陸客來台這個部分 我覺得他也會跟大陸溝通 那照顧一下我們現在這個現在非常這個處境 營運非常困難的這個觀光業觀光產業 因為這個觀光產業是很重要的這個服務業 那第三點我認為他會在兩岸的這些貿易的議題上面 希望大陸就是說能夠還是怎麼樣 跟對於台灣的這些經貿政策 還是在兩岸共識的時候 就是說九二共識的時候 簽訂的這個ACFA這些問題 因為這個是我們國內工商業界非常在乎的 我覺得馬英九他非常清楚問題在哪裡 我想他出去他這次去大陸不會是這種 所謂疑似慶典 我覺得以他對這個兩岸情況的了解 跟他這個歷史使命感 還有從台灣的利益出發他一貫的立場 我覺得他會替台灣爭取出很多的這個利益的 那尤其最大利益就是和平 我覺得這個一場戰爭打下來的話 那真的是幾代人的努力就化於一旦 就是說毀滅於一旦 那我們只看到現在的這個政府不斷的在備戰 可是沒有任何止戰的作風 對不對 沒有任何必戰止戰的作為 那我覺得馬英九這一次去他正好扮演的這個角色 而且我覺得是為台灣人民 為台灣的這個這塊土地 那麼展現了真正的大愛 也不是說有什麼個人的這些利益在裡面 相當的無私 而且我覺得他這一次的這個訪問大陸 我可以看出來 我已經看到的是一個高度的成功 那指標在於大陸人民 對於他的歡迎 大陸政府對他的歡迎 還有台灣的這種基層 從基層到工商界的人民 普遍的歡迎 我覺得會得到很高的評價 好 大陸政府方面可以看到 對於馬英九是有高度的一個歡迎 那這個台灣的方面 我們來看到我們的府院這些單位又是如何來做反應 再來看到總統府的部分 他說尊重馬前總統個人的行程規劃 後續要洽談相關單位來進行安全的事宜協助 那麼陸委會我們來看到是卸任的國家元首附陸 應該自行考量台灣整體社會觀感 像陸方反映台灣的民意 堅持民主等等 特別強調了民主 台灣的民意等等 再來我們看到行政院長陳建仁怎麼說 他希望他能夠謹記國人對於主權 民主 法治等價值的期盼 第一時間我們來看到這個算是緩和的一個反應 這個是不是也是蔡英文總統跟賴清德副總統 他們的一個處理方式 文家老師怎麼看 的確 其實現在兩岸的情況是非常的 應該是比較緊張的 那其實此時此刻這個馬前總統他要去大陸 其實我個人而言我先講我是樂觀其成 因為畢竟兩岸有三條這個現在支撐的一個 當然是中美的一個關係 第一個就是這個兩岸官方的關係 第三個是民間的關係 那馬前總統他現在具有之前前總統的身分 然後現在又是退下來的等謝任元首 又民間的身分 所以他這時候去我覺得對兩岸的和緩是有一定的幫助 是 有一定的幫助 那又回過來看 其實這次總統府所提到的 他當然是尊重他個人的自由 我覺得是用尊重 那此外行政院長他提到說 那希望能夠去這個什麼 去維護主權民主跟法治的一個期盼 那陸委會他又是希望 他要去傳達民主自由的訊息 其實在在都能凸顯台灣的一個所謂 民主主權的一個意思 我覺得在官方的立場 其實是無可或非也是必須要這樣做的 那其實就像剛剛大使說講的 其實去我覺得馬前總統居然去 他是可能帶著我們民間的一些希望 一些寄託 譬如說剛剛講到這個陸生的部分 我是非常有感 因為我在私立學校就現在擔任董事會主秘 其實我們校長 董事長跟校長都非常關心招生 那現在少子的話 其實現在國內根本沒有學生 那我們可能去往東南亞去找 那東南亞有問題就是第一個 那經濟問題 第二個是語言問題 來就是反正也很難就是很難管理 然後他來這邊可能有一些問題 那當然素質好的是有 但是如果說有良好不齊 這是我們要去篩選的 那如果說大陸高校生能高中畢業能來 他一年畢業一千人 一千萬人 其實他如果來的話 其實對兩岸的 我覺得對兩岸的這個聲援也好 或是說對交流也好 對學術的一個活動 等於說兩岸之間可以做有效的一個溝通 跟一個交流 我覺得在此時此刻 我覺得是非常有它的必要性 好 除了這個馬錫會備受關注之外 兩岸焦點 另外還有在七八月會登場的是台北上海雙城論壇 好 這一場論壇是兩岸最大的一個 官方城市之間的一個做交流 那麼對岸也會觀察在這個賴清德的部分 兩岸政策來決定這一次他們的訪台成績 因為是預估說最快四月上海方面 會帶這個代表來訪台 我們特別來關心到這個雙城論壇 會不會成為今年一個重要兩岸之間的一個轉類點 將軍怎麼看 我認為這個轉類點我們也不要過多關注 因為中國大陸對台灣的這方面的作法 就軟得更軟 大家來 甚至可能即可能的馬錫會 也可能這個七八月的雙城論壇 大家多交流 軟得更軟 這樣子中國大陸就對台灣的這方面的心防降低 台灣的這一方面心理方面 就是溫水煮青蛙慢慢習慣 因為軟得更軟 但是硬得更硬 軍事上會不會說因為雙城交流了 這個戰機不來了 軍艦也不來了 不會 它是這樣子 因為這是它的一個原則 原則跟底線是不會變 手段在做調整 所以的話我們可以知道 將來的兩極化的策略 軟得才會放得更軟 都要擴大交流 台灣就沒有新幫了 但是在軍事上在外交上 外交上的邦交國慢慢在降低 慢慢降低 從來沒有鬆手過 軍事上這些在圍台這方面的戰機數量 或者軍艦的數量也從來沒有減少過 而且距離都慢慢迫近 它的原則 它的底線 它是不會變的 但是它這個手段是保持得非常的靈巧 也達到了目的沒有 我認為它在新防上面達到了目的 地人政治 內政之間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共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愛動 人球觀點就在環球發展前面